10号遭奸人陷害 无法及时进入天神书院 对方甚至扬言要压制10号十年 使他永远无法追上其他竞争者 书接上回 10号被囚禁到了一片诡异的空间之后 经过与其他囚犯的交流 他得知了这里有一座灯仙台 只有误到成功的人才可以离开 然而被囚禁的这些修士 大多数都去灯仙台尝试过 结果毫无收获 根本没有办法离开这片空间 但10号绝不会放过这个机会 他已经耽误了数个月的时间 必须争分夺秒赶往天神书院 很快10号就来到了灯仙台 再绕着石台行走了几圈后 又探出神识感应其中的奥秘 结果同样没有什么收获 直到他将三道仙气全部放出 这个地方电闪雷鸣 才出现了难得一见的景象 10号飞上石台 盘坐下来用心体悟默默修行 希望能够真正脱空而出 灯仙台逐渐绽放出了璀璨的光芒 并传出震赠颂惊精声 10号感知到了有一种神秘的力量 在魔力他的三道仙气使之更加坚韧 围观的众人叹息道 原来灯仙台是为修出三道仙气的人准备的 难怪他们被困多年 没有一人可以悟道成功 这才是问题所在 10号在悟道的过程中 他体外的一道仙气突然凝结成了大道之花 10号深感欣喜 他之前将三道仙气淬炼到巅峰后 就很少有变化 他这才意识到老人所说的魔力 果然算不上惩罚 甚至还让他得到了天大的好处 10号觉得即便是比别人晚进入天神书院 错过了一些资源 但在这里的收获也绝对是值得了 没有成为天神 在圣祭境就先结出一朵大道之花 这是古今罕有的事情 日后注定会大放异彩 最终灯仙台暗淡下来 像是被剥夺了其中的力量 10号猜测这所谓的灯仙台就是魔刀石 可以帮助修出三道仙气的人变得更加强大 但对于没有仙气的人来说 完全就是一块破石头 紧接着10号又通过大道花瓣 释放出一股惊人的秘力 从虚空中打出了一条通往外界的时空隧道 10号知道被囚禁在此处的修饰 并没有犯下什么大错 便携带着他们一同离开了这片诡异的空间 众人脱困后 纷纷向10号表示谢意 相约以后再聚 可突然间不远处有人开口问道 你是来自三千道州的10号吗 听闻你早在地城古战场失踪了 连那三人寻你多日都未有结果 时隔数月 你竟然重新来到了无量天 真是不简单啊 10号望着远方 一人盘坐在巨石上 很显然他是守护这片区域传送祭坛的致强者 尤其是这个时候 大劫将至 他们的存在就是为了防止有敌人潜入 那人继续说道 你能修出三道仙气 也算是后起星宿 这样吧 你去太初古矿带出几颗生命之石 我便不为难你 跟随10号脱困而出的那些修饰 纷纷脸色大变 太初古矿在无量天可是被称作魔矿 虽蕴含着莫大的机缘 但是里面无比危险 无数高手丧命在那里 曾经有教主联手进入 结果全被一个身穿道袍的古师杀害 这件事在当时引发的不小的轰动 那可都是绝世大人物 结果在太初古矿仍然难逃一死 像10号这种圣祭境的修饰进入 还能有什么活路 有人站出身来说道 前辈 你虽然负责守护此地 但这位道兄并无过错 你没有道理处置他 这些脱困的修饰 不少人都对10号心存感激 尤其是一些天才来自于无量天的超级家族 底蕴深厚 故此敢直面这种治强者 对方回应道 我原青做事向来都是严格按照规矩之行 他原本被选进天神书院 迟迟没有现身 耽误了入学的时间 如今妄自动用五色祭坛进行传送 这不得不乏 要知道跨界传送阵的维护 需要耗费数字不尽的天才地宝 将来发生战乱后 传送法阵的作用无法无量 如今却被一个圣祭境的小修饰白白浪费了一次 这难道不是大罪吗 所以按照规矩来 死罪可免活罪难逃 必须罚他去太出古矩 还有人想要继续为十号辩驳 结果原青大秀一展 将这些修饰全都扇飞到了数万里之外 当此地安静下来后 原青换来一个三头六臂的生灵 带着十号前往了古矩 在这个过程中 十号始终沉默不语 如今他实力不如人 说再多也无济于事 当十号被三头六臂的生灵带走后 原青自语道 受人之托压制你十年 十年后 你如果还活着 再去追赶吧 原青的所作所为可谓是非常歹毒 这十年对于正在崛起的天才来说非常重要 那一步就会被竞争者拉开很大的距离 在天神书院更是格外明显 这里的资源都需要凭借实力争取 学院内排名越高的人 收获也会越大 未来的成就自然会更高 如果像十号这样当初就被甩下 想要追赶便是很困难了 毕竟能进入天神书院的人 都是天赋异禀的年轻人 最终实力的强弱 便看谁能得到更多的资源与造化 另一边 十号被原青封印住了修为 即便是独自面对那三头六臂的生灵 他也无法抗衡 只能任由对方将自己带到了一艘赤红色的大船上